玩這款在台服進行封測的天上碑 M 這是很早期的遊戲啦 這位妹子啊 四種職業 可以選男選女的 爪子 攻擊劍腳射持 傷害加20% 這隻特性的話是刻來刻去的是不是 好 那我們玩妹子好了 爪子喔 玩看起來比較不錯一點的 好啦 我們玩劍好不好 創劍 四個職業 不知道各位有沒有玩過 其實年輕人應該是玩不到了 真的很久了 這超久了 20幾年應該是有了對不對 有情懷的感覺吧 感覺會很燒錢的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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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佩戴 恩 嗯 哼 熟練度 攻擊偽命中死會上升了 我們提升 只要有偽命中就會提升了 那麼笑 提升力量 命中很高的 常見 命中對方的時候會提升力量 打木人裝就會提升力量 這天上面我是沒玩過的 當時好像我朋友在玩而已 所以我看我朋友的畫面跟現在看起來真的是充滿情懷 擊中的時候會提升外攻 這沒事就是打木人裝 你散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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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信你自己利用的獎物 敏捷的部分啊 迴避这方的攻击就会上升了 所以他在透过进行战斗或者是赏地的时候就能提升各项素质 他大概讲的意思是这样 换下的地方进行狩猎啦 药水走上方 给一下自动使用 明星上升 开自动 有天堂的风味啊 排版看起来 红蓝水的位置不太一样 我是觉得中间这一块能不能把他拿掉 那个对话 对话框那边 有点占空间了 来吧 透过自动战斗 只能升旺 几个 金花符不知只有声望一种 各种类型啊 还有八卦 看一下 使用 做了一個八卦系統自動佩戴 感覺就是疊一些素質而已 八卦掛在左下方 他可以進行變更黑色或白色的效果 白色八卦適合修煉還有狩獵 黑色八卦就是PK用的吧 強體好像也能用 反正平時掛機在養成的時候就用白色吧 你也可以把他理解成為有重大的事情發生的時候 然後再換成黑色就好了 沒事就用成白色這樣就行了 雪天弓 這什麼 主動技 往下滑 他就自動釋放了 狩獵 刺眼 抓蛇 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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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哨戀度最大製作用量不斷進行增加 他怎麼突然叫了一聲 那個是妹子叫的還是蛇在叫的 你有聽到那個聲音嗎 哨戀五隻喔 原來是妹子的聲音啦 他放招啦 他剛剛是放招 雪天光的招式啊 很棒喔 讓我移動 哇 夭壽我這裡好多人喔 怎麼會發生這種事情 他這個破舊的鐮刀裝備這個啊 你要在背包裡換鐮刀了 這個教學指引他沒有教喔 這一點要注意一下 你如果卡在這裡的時候 記得換一下鐮刀就行了 這教起來是有一點Bug的 看我在那邊研究了一下 挖 挖蘿蔔 可以挖嗎 啊 有啦 龍跟蹤 龍跟蹤 道具商想和我對話 去看一下吧 那邊研究竟 電小二 靠北啊 有看到嗎 你老是卡赫咧 我要怎麼打 欸 玩家 比路還多啊 打銷喔 天啊 背包的獎勵 我領到這個欸 風色給的 有點獎勵 幻影術召喚券 登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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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給了什麼什麼東西啊 感觉像很顶级耶 那铺城也太多了吧 全部抽取 五名五四 很强吗 金花斧组合 五名五四 可以替换次数五次 攻速加46% 这是红变是不是 我变更了没啊 接下来要打蛇啊 然后慢慢打吧 我来看一下 我现在沉浸在我的红变这里 看我变了 啊 其他那些人傻傻的 你就赶快变一变啊 这样子你比较容易尾到刀耶 叉叉叉 但是我这样外观看起来像男生的 不像妹子的 打蛇啊 打蛇啊 看我猫蛇 你看那些玩家 啊 那些玩家不行啊 会玩的都已经先把邮件想力拧出来的哦 啊 这个地方 啊 这个地方 嗯 好了 我看一下其他地方好了 剩下我应该就没什么了吧 主要是因为 玩家太多了 没想到一个平日 的白天 竟然有那么多玩家耶 守护灵召唤券 守护灵召唤券 这个 这个 就算了吧 剩下就是一些吃的啦 看起来感觉跟 天堂是差不多的啦 好啦 不然本支影片就到这里吧 OK 拜拜